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和冰娇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优势 被迅速以接近惨败方式剥夺 对于他来说也是纯重的打击 到了决胜局 和冰娇没有背上一句的惨败左右情绪 反而频频抓住了戴斯林的失误 最终以21比13拿下决胜局 总比分以2比1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成功挺进次强 值第一级的是他的这场胜利 也终结了对手各项赛事 得31连胜的记录 二 国语女胆总算打破孔带政中国台北 名将戴斯林可以说是国语女胆的革新了 在市井赛之前 和冰娇和陈宇飞制两名中国女胆大将对齐已经是15连半 可以说戴斯林已经给国语女胆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戴斯林已经成为横杆在国语女胆前面难以逾越的看 然而随着和冰娇击败戴斯林之后 国语女胆总算扬眉吐气 打破了孔带政 这对于整个中国羽毛球界 都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三 和冰娇打破戴斯林恐惧症 这次和冰娇击败戴斯林 其中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和冰娇独自交手失败告中 可以说是屡败屡战 在比赛之前也一直不被看好 第二局又险些出现被翻盘的趋势 但是和冰娇顶住压力 成功拿下比赛 他所付出的努力更是有目共睹 和冰娇成功击败戴斯林 并顺利荆棘 总算打破了笼罩在头顶上的魔招 这也为女胆开了好的先河 告诉人们戴斯林不是不可战胜的 可以说 如今的国语女胆 已经有了和羽毛球一姐戴斯林 加班的能力 值得一级的是想当年戴斯林 还是连带给过李玄瑞 然而戴斯林如今却成为了女胆一姐 所以和冰娇的未来也值得期待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